信心这种东西 有时候是必须国军表现给我们看 让我们有信心 要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说 有时候因为我们每次看到的新闻 可能就是军纪的有问题 或是说面对大陆无人机来 我们拿个石头在那边丢的这些画面 又或者是每次军纪绕台的时候 在立法院备巡的时候 国防部永远千篇一律的答案就是 我们有掌控 我们有掌控 然后没有然后 你叫他说 你给我飞回去 我支持你 你给我飞过去 他也不敢 所以在这种长期累资底下 当然民进党执政这第九年 他们花了非常多心力 在这个反中恐中 然后接下来要抗中 所以军事在那边备战 然后买武器也好 然后增加我们的战争意识也好 这些都在做 可是当在做这些的时候 其实对于民众来说 民众对于国军的信心并没有增加 然后对于战争的恐惧也没有减少 所以我觉得说 避战或恐战这件事是人民发自内心的这个情感 你没有办法像真的像义和团一样 跟他讲精神胜利法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国军很厉害 大家不用怕 大家就不怕 大家就不怕 所以当这个民党教高中生签这个同意书的时候 家长就开始骂得要死了 然后这几年 这几年你知道我们民意代表接到很纯情很大 很大宗的是什么 要让小孩子提前当兵 古时候是不当兵 现在是要提前当兵为什么 这么好这么爱国提前当兵 不是 因为前几年当四个月 现在未来当可能是一年 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两岸越来越危险 不然你打起来要怎么快做 快出国去讨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我第一次接到 我记得我两三年前 第一个接到这种选民陈情的时候 我以为他是要跟我陈情 小孩子可不可以不当兵 我正打算逸真言实跟他讲不可以的时候 结果不是 人家是要赶快来当兵 但是这是另外一种恐惧的心态 过去不想当兵 是怕小孩子累 那是怕累 现在不想当兵 或是急着赶快当王兵 是怕战争 所以我觉得敏仰这几年 一直在跟我们灌输一个 说你要备战 备战才能避战 但问题是大家觉得 你一方面这样子讲 可是一方面做得好像 你除了备战还要迎战 还要挑战 还挑战对方 没你来啊没你来啊 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说 台湾民众对自己的信心怎么样 还不要说对国军的信心怎么样 对我们自己的信心怎么样 战争真的来的时候 我们准备好了没 还不要问国军准备好了没 我们准备好了没 我认为民众人民也没有 我认为民众人民也没有 我们准备好了